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是好多人讲不升息应该是利多 但为什么今天只有涨16点 谢老师要告诉各位 联准会的动作它当然会是一个利多 但是表现的方式 它用怎么样的方式去做表现 观众朋友如果你记得的话 这几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提到 我说不论是升息跟不升息 你都必须要有规划 所以当时我怎么讲的 我说如果是升息的话 它会做一个快速的压回 但是这是一个短空 但是是长多的一个格局 所以你要把握买电 那如果不升息呢 当然结果是这一个嘛 就是不升息的部分 12月之前多头续涨 这是我们当时告诉大家的结论 但无论如何 观众朋友你必须要知道嘛 那个短空长多或者是多头续涨 它都会有一个应该来的目标 对不对 那应该来的目标 你看如果说到12月之前多头续涨 现在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你觉得有可能每天都涨100点 然后一个月 一个礼拜之后就打到9000多点嘛 不可能嘛对不对 它这个时间点 它会以一个震荡走多的格局 往上去做走高嘛 所以当时我在节目当中 我告诉各位 这个行情其实很简单 涨的时候 你要勇敢去做进场 跌的时候 你更要把握股价变便宜的时候 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所以你回头过来看今天的行情 不就是如此吗 今天台北股市 是不是呈现了一个开低的一个格局 然后结果最低点 就出现在这个9点半左右的一个时间嘛 后续的指数呢 如果你单纯就指数的角度来看 买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 你看到后面的一个收盘 不论收在哪里 你都是呈现了一个获利的状况 对不对 好 但是重点是 观众朋友 你有没有进场 没有嘛 为什么 因为从今天的一个成交量能 你就可以看出这样子的迹象 基本上 今天在尾盘爆出一个 180亿元的大量 我告诉各位 前一天同一个时间 这个成交量大概是五十几亿 所以差三倍 对不对 如果不是爆出这个大量的话 今天成交量 在这个盘中预估的时候 大概只有七百五十亿到八百亿之间的一个成交量 好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量能的时候 我知道今天会有人跟你解读说 哇 那个尾盘爆大量 而且都爆在全职股上面 是不是代表说下个礼拜有什么重大事情要发生 是不是代表有什么样的利空啊 这好像要告诉大家 其实今天尾盘爆大量的原因很简单 到现在好像没有人跟你讲 对不对 今天是台湾五十成分股 季度调整生效的日子 观众朋友你说 老师有这件事情 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为什么有人告诉你说尾盘爆大量 代表的是有所谓的法人卖压 或者是国安基金卖压 下个礼拜会有重大事件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不够认真 不够专业 谢老师知道这样子的讯息 对于尾盘爆大量 我们当然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而且观众朋友 如果你稍待谢老师节目结束之后 你有时间你去看一下 今天台湾五十成分股 在最后一盘的表现 半导体的股票 今天大概都没有什么卖压 对不对 都不是往下压的 而且台北股市的权王 权重之王叫做台积电 你可以看到 今天尾盘 他是向上去做拉台 对不对 所以在告诉你什么事情 告诉你说台积电今天这样子的走法 就是我们刚刚告诉大家的结论 这个行情叫做多头 而且是一个震荡 震荡走多的一个多头的一个格局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格局的时候 我就告诉各位 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当中 观众朋友 你要知道的是在于 你如果错过了这1259点的行情 我讲过 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提到很多股票 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涨了三成 涨了五成 如果你没有把握到 下一波股价再往上走高 那一些可以涨三成 涨五成的股票 我希望观众朋友 你这个时候空手的 你要快点跟上我们的脚步 把握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礼拜指数 已经涨了超过150点了 甚至位置已经快要靠近季线了 大家就想说 是这个时候涨很多了 真的还可以买股票吗 那么如果这时候要买股票 在个股选择上要怎么掌握呢 好 我想我们直接跟大家讲答案 当然是可以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一个 震荡走高的行情 而且我告诉各位 接下来走的叫做景气行情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很简单一个道理 今天已经是9月18号了 对不对 9月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 接下来要进入到10月份 听起来好像是废话 但是10月份 10月1号就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不是发生在台湾 是发生在对岸的叫做中国 他们叫做十一长假 观众朋友过去应该很常听到这个名词 然后接下来到11月11号 叫做光棍节 这是中国的部分 接下来到11月下旬的时候 叫做感恩节 这是欧美的一个地区 到12月25号叫做圣诞节 所以观众朋友你去想一个问题 接下来整个第四季 从10月份开始一直到12月底 它接下来是一个消费性的旺季 而且这个区域你可以看到 从太平洋一路到大西洋 从中国到欧美地区 这两个地区人数加一加大概有30几亿人的一个人口 而且他们是最有钱的地区 中国跟欧美 所以就告诉你说 接下来走的叫做景气复苏的一个行情 我们跟大家提这个事情 观众朋友 你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疑虑 但没有关系 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你就知道为什么谢老师会这样子讲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是今天刚刚公布的最新数字 北美半导体的订单出货比 攀5个月以来的新高 这今天公布的 从7月份止跌回升 重返一大观之上之后 8月份进一步攀高到1.06 是5个月以来的新高 观众朋友 半导体BB ratio值 它代表的不就是电子股的景气表现吗 所以你刚刚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台积电 为什么今天台积电 它的尾盘是向上大单 今天那个50成分股 很多都是往下压的 但是它是往上去做拉台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 除了行情是多头之外 另外包括北美半导体的BB ratio值 也告诉你台积电半导体的景气 这个时候是向上的 那观众朋友你告诉谢老师 如果台积电的股价会往上走 你觉得台北股市会不会跌 不会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握这样子的机会 如果有震荡压回的时候 那个不是都是你很好的一个买点吗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利多消息 它不是只有反映在台积电上面 包括了像是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 常常跟大家提到的 2454的联发科 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 今天尾盘是不是一样 它虽然不是往上拉 但是你可以发现 它今天完全没有卖压 而且这个收盘价278块半 它是在这个高档附近 在这个波段高点的附近 去做一个高档强势整理的一个情形 这当然是一个强势的一个表现 对不对 那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 都非常喜欢联发科 为什么 因为联发科是一档好股票 但是你在好股票的同时 观众朋友 你做联发科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赚到钱 没有嘛 为什么赚不到钱 因为你没有办法把握住联发科的 这样子的一个 股价的一个波动性 但是谢老师对于联发科的操作 我相信观众朋友 你是我们节目中时观众朋友的话 你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你都知道联发科 谢老师是怎么做的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从我们当初在这个1月下旬的时候 497块 做一个获利出场的动作 股价先跌114块之后 来到383 我们把股票买回来 然后到424块 7月初的时候获利出 这一波赚了41块 然后再跌下来 跌到227 跌了197块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时候 你就会想说 老师他联发科到底可不可以买 谢老师告诉各位 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当初在253块 就做买回来了 所以观众朋友 你看到这样子的操作的时候 观众朋友你去想 你如果很喜欢联发科 你也认同它是一档好股票 但是你过去你操作 你都赚不到钱 那与其这样子 你为什么不跟着市场上最了解 大概仅次于那个蔡明介董事长 最了解联发科的谢老师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不过你可以知道说 你单纯看这样子的一个走势的时候 你就知道 其实谢老师对于联发科的操作 操作真的操作很好嘛 对不对 而且我告诉各位联发科是现阶段 当然他现在不是IC设计的股王 但是他还是IC设计的龙头 对不对 那如果龙头谢老师可以操作得很好的话 你对于其他的IC设计类股 不是也一样吗 在这一波的行情当中 不只是联发科 包括了像是4966的F普瑞 这一档股票是不是IC设计股 你看到这档个股 当初我们也是在这个320块买进 354块获利卖出 先赚34块之后 结果股价呢 观众朋友 你如果没有跟到我们的讯息的话 你可能套在相对的高档 结果股价跌下来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嘛 因为这一波行情股价是几乎呈现腰斩 对不对 跌到168 结果你从168 谢老师再次跟你去做提醒的时候 你看这一波的行情从168 一路涨到我们获利出厂之后的高点 叫做256块 这个波段 它也涨了52.3% 所以这个是不是IC设计公司 那谢老师是不是一样 帮大家掌握得很漂亮 你刚刚看到联发科 我们带大家赚两次 然后股价也避开两次 那普瑞的部分不是也一样 带大家赚两次 也避开了这一波的一个下沙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谢老师敢讲说 我们联发科操作得很好 而且我们不是只有联发科操作好 其他IC设计的股票 我们一样操作得很好 好 那除了IC设计股之外 谢老师对于其他的产业 我们也是非常用心在做研究 所以我们可以在最好的时间当中 去做获利出厂 同时把资金转到 下一档会做大涨的股票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记得的话 当时我们是把普瑞的这档股票获利出清 9月3号获利出清之后 我们转到什么个股 转到另外一档电子股 不是IC设计的股票 这档股票我在节目当中 我公开跟大家做分析 你看这个时间点 这时间点是9月3号 可能要请导播稍微带的近一点点 这个时间是9月3号 对不对 9月3号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联亚 而且我是直接告诉你 我直接告诉大家联亚的过程当中 当时我还跟大家提到 他跟intel有一个细光计划 对不对 但这个已经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了 重点是9月3号 我们把普瑞出掉之后 你把资金移到联亚的部分 后来除全息 除全息下来的成本 我们大概是352块 352块到今天 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联亚的收盘价 它是这个波段以来的次高收盘价 所以这应该也是一个强势的表现 从352到414 也涨了62块 一张是62,000块的价差 五张就是30万 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 它这个波段到目前为止 也涨了17.6% 观众朋友 这档股票是从普瑞换过来的 普瑞你还记得 我们刚刚这一步的波段涨了多少吗 这个波段涨了52.3% 所以你做完这个52.3的一个波段涨势之后 你再把资金转到联亚 再赚那个16% 17%的获利幅度 这个加起来是六成了 超过六成的幅度了不是吗 所以观众朋友 我说这一勾跌下来 你为什么当初我要特别强调 你要把握那个7203 帮助自己反败为胜的机会 你看你做到这样子的股票 你要反败为胜容不容易 它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 对不对 而且我还记得 当时我在讲联亚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我怎么提 我说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联亚股价有点太高 那你要看什么样的一个中价位的个股 高价股的选择当然是联亚 那中价位的股票你要怎么做选择 当时我讲了两档股票 一档股票叫做光环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档股票叫做4979的华星光 时间点9月3号 那一天谢老师讲过 我讲的节目你都可以上网站 YouTube的去查证 谢老师当天的节目 是不是有跟你提到这档个股 那我们当时跟大家提的时候 我怎么讲 我说相对比较来讲 那个光环的股价在比较高 对不对 那华星光的股价 它是属于低估的股票 所以你看我当时跟大家提低估的股票的时候 你就知道 谢老师告诉你这档股票 你要特别留意 结果你回头过来看 今天9月18号 大盘只有涨16点 不到17点 今天华星光股价怎么走 创下波段新高不提 今天股价还大涨9.1% 涨了9.1% 所以你回头过来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我9月3号跟大家提的 对不对 9月份在这里 但你看到这个黄色的框框里面 这个都是9月份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你看过去这一段时间 是不是你想买多少 就能够买多少 而且股价是一个相对低档 对不对 这是我过去我跟大家提的 股票你买在相对低档 那你买起来 第一个你可以买很多 因为它股价在相对低档 同时你可以抱起来很放心 结果到了今天股价涨上去之后 是不是代表就是说 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你有听谢老师的话的 你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去买华星光 到今天你都是赚钱的 对不对 好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 你一定没有赚到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谢老师的即时讯息 所以我告诉各位 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当中 行情不就是如同我们跟大家所提到的 一档一档公开跟大家来做验证 所以我告诉各位 现阶段台北股市是一个震荡走多的行情 你要把握 如果你前面7203你没有赚到 很多股票涨了三成 涨了五成 你没有赚到 下一波 有这样子机会的时候 观众朋友 你是不是应该要勇敢的去做进场 而不是在这个时间点在座等待 就好像你看礼拜三 我刚才跟大家提到 我说股票有好的买点我就要切入 只有你看这一档股票 它也是属于半导体的股票 礼拜三股价工长亭 礼拜四股价连续两天都攻上涨停板 观众朋友 如果你赚到这样子的股票的话 你今天操作起来 你不就很轻松吗 你还是要去管那个联准会 到底要不要升息吗 所以谢老师告诉各位 这一波的行情 就如同我们刚刚跟大家所提到的 叫做这个涨要买跌的时候 更要买 这一波是一个震荡走多的行情 观众朋友 你要好好把握这一波布局的机会 尤其是中秋节要到了 你知道吗 九月底就中秋节 你不要一群朋友烤肉 结果你那个朋友 那个股票都赚很多钱 都在烤鲍鱼鱼翅龙虾 你只能烤青椒 这样很心酸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一波没有赚到钱的 我刚刚讲了 如果前面涨三成涨五成 你没有跟到 下一波涨三成涨五成 你要不要跟上 当然要跟上 当然要赚 所以我告诉各位 关键时刻 你务必要跟上 三三三的一个计划 我希望观众朋友 你可以把握这个计划 把握这一次 让自己可以获利 可以去做一个 财富重新分配的一个机会 广告当中 可以拨个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做个联络 好 为了您的荷包 为了厘清复杂 难懂的趋势 心态 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迷思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专业托付 全力以赴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02-8101-0600 闪冲五分钟 通话两小时 OPPO R7 Plus 极致登场 全民换四居 到中华电信买OPPO R7 Plus 独卖价 零元起 室内设计 创意家具 流行家世 多元风格 品味生活 世贸艺馆 闪冲五分钟 通话两小时 OPPO R7 Plus 极致登场 全民换四居 到中华电信买OPPO R7 Plus 独卖价 零元起 吉尔法 阿萨尼 鲜鲜自然 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帮助你体内环保 促进新陈代谢 让你窈窕迷人 吉尔法阿萨尼 就是要你窈窕 吉尔法阿萨尼 鲜鲜自然 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 男人的命根子 绝对不可以太宽松 否则就会像这样 不太好 也不健康 PRO MAN 抓得住我 豪门内衣 专业 真男人 PRO MAN 豪门内衣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荷包 为了厘清 复杂 难懂的趋势 心态 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迷思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专业托付 全力以赴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02-8101-0600 欢迎好 关键下 台股今天 现货中场是小涨了16点 那我们就从来观察了 今天呢 外资在现货是买超33亿 不过在期货的 多单指约有稍稍减少了 昨天呢 还要2万口的部位 不过目前 大概是1万7千多口 大概算是高档的水位 因此看起来 下个礼拜 这个多桶行情 还是不变 这个时候呢 投资朋友应该怎么操作 这把时间叫了谢老师 好 我想刚刚玄音提到了 就是多头行情 还是不变嘛 你看 期货也没有减多少 那今天尾盘爆大量 不是有人告诉你说 这应该是外资卖的吗 但谢老师 刚刚已经跟大家提了嘛 这个就叫做 专业跟不专业的差别 不是尾盘爆大量 就一定是有什么阴谋 好不好 那个机关 不一定都藏在仓库啦 你看到这个爆大量 原因是什么 我们刚刚跟大家提了嘛 就是今天是台湾50 没有听过 台湾50成分股 季度调整的生肖日 因为台湾50 都是大型股票嘛 所以它季度调整 会不会放量 当然会放量啊 你说跟下个礼拜 行情有没有关系 当然没有什么 太大的关系啊 但你看到这个 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你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端倪嘛 就是台积电 这个应该是台北股市 最重要的股票嘛 不论你做不做 我相信你都认同谢老师 这样的观点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股票 尾盘向上拉抬 为什么 因为今天是也同 不只是这个 计数调整的公布日 同时它也公布了 半导体的BB ratio值 那台积电往上拉 台积电如果不跌的话 观众朋友 台北股市会不会跌很深 不会的话 你应该做什么动作 全力放空吗 当然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 半导体BB ratio值 公布出来 这是五个月以来的新高 1.06是五个月以来的新高点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过程 半导体不就是电子股的最上游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波 我们是怎么样操作电子股的 观众朋友你可以发现 包括了像是IC设计的 2454的联发科 我刚刚讲过 很多人想要知道说联发科 到底怎么做 谢老师是在253块买回来的 那你可以发现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我们帮大家赚到两段的一个获利 同时也避开两段的下杀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时候 谢老师知道 你认同联发科是一档好股票 但是好股票也要让你赚到钱 对你来讲帮助才是最大的 那如果说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你怎么做联发科 你都赚不到钱 那你是不是更应该 跟上谢老师的讯息 那如果说你做联发科 是赔钱的话 那你也要找到谢老师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过去 对于联发科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好 那IC设计的部分 谢老师刚刚讲了 如果说连IC设计的龙头 谢老师都可以做得很好 那其他的IC设计 你觉得会是一个问题吗 当初联发科在并 毅力的时候 我是不是告诉你一档 联发科并毅力最大的受惠股 这两股票叫矽创 结果你看到了 矽创从85块3 涨到98块 当时我们这一波行情 涨了14.8% 今天股价还创下波段新高 所以你看 谢老师帮你选的 是不是都是好股票 所以我告诉各位的是在于 有时候你当然单纯知道标的 其实是不够的 你还是要必须跟上那买卖点 你才能够在该卖的时候 你把它卖掉 把资金转往下一档 你操作起来 你才能快速的累积你的获利 对不对 那除了细状之外 另外包括像4966的F普瑞 也是一样 你看股价 不就是这一段做完之后 帮你避开这一段的下杀 股价从这个位置往上涨 涨到我们出的时候 是不是又涨了52.3% 这个都是我们公开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 对不对 然后股票获利出之后 股票出不是因为不看好 那个股票 我讲过很多次 我们要做的是 那个资金最有效率化 我们要快速的累积获利 累积操作资金 所以这两个股 后来我们换到什么个股 我们换到3081的联亚 都是高价股 我相信换这个股票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除全息之后 成本是在352 到今天这股价 是这个波段以来 收盘价次高 你收盘价新高 也不会就差一块钱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一波的股价 352到414 也涨了17.6% 更不要说当时我们讲的 高价股的首选 叫做联亚光电 低价股的首选 叫做4979的华星光 所以你看这一波的行情 九月份在这里 你什么时候买 你要买多少张 我相信这个过程 这个整理过程 都可以满足你 到今天 你是不是可以欢喜收割 对不对 股价连续性大涨 所以你看到这一波的行情 夏老师告诉各位 我刚刚跟大家提了 半导体BBQ 只是五个月以来的新高 这是八月份 观众朋友 你记不记得 一个月之前 我跟你讲过一样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七月份 重返一大关 1.02 结果你看到过去 这段时间当中 当它重返1.02的时候 我刚刚跟大家提到 那些电子股 联发科 细创 普瑞 联雅光 华星光 是不是都在七月份 那个BB Radio只公布之后 我们去做进场的 有没有赚到钱 有嘛 对不对 这一波又开始公布 这样子的讯息的时候 观众朋友 难道你还要错过 这样子的机会吗 因为你每观望一天 观众朋友这个时候 你可能观望了 观望完了 那个 观望完了 那个FED 到底要不要升息之后 接下来要等什么 等下个礼拜 等会不会中秋变盘 还是要等十月份 是不是又要再升息 要不要再升息 然后你要一路等 等到明年快 要不要总统大选 会不会影响行情 你再等这个 都没有意义嘛 因为你每错失一天 你就错失了一些 获利机会 就好像我礼拜 礼拜三的时候 我跟大家所提到的 我说股票好的 买点就要切入 当时股价攻涨停 到隔天 这档股票是连续 两天攻上涨停板 你如果没有做到 不就很可惜 就错过获利的机会了嘛 所以我告诉各位 在这样子的行情里面 就如同我刚刚所提到的 你空手观望 你如果都不出手 对你来讲没有任何帮助 你如果前面7203这一波 你错过那个 股票涨三成涨五成的机会 下一波 难道你还要错过吗 我讲过 离中秋节 就剩下半个月的时间 人家烤鲍鱼一吃龙虾 你烤青椒 这样很丢脸好不好 你要趁着这一段时间当中 好好帮自己 创造一个获利的机会 333这个计划 希望观众朋友 务必跟上 观众朋友 下面我给你收看 下半个月的时间再见 下半个月的时间